蘇院長 辛苦 委員 您好 這段時間真的辛苦你 我想這次我們全國的防疫 在全世界都是一個表率 對蘇院長以及整體的內閣 這次卓越的表現 能夠讓 WHO 刮目相看 也讓我們國人感覺到非常有面子 在此對蘇院長以率領的閣員 表示高度的肯定 我想今天我們必須要來了解 靖國先生為什麼會讓我們所有的國人 如此的懷念 因為當時靖國先生 為我們國內做了十大建設 同時他也能夠放權去任用 孫英璇等等等等這些卓越的人才 能夠讓我們國家經濟各方面的建設能夠起飛 所以到今天為止 從1949年到2020年 我想我們國人最敬重的台灣的政治領袖 還是蔣經國先生 那在這裡蘇院長 我想今天我們防疫的成果 今天陳時中部長 能夠做到國內外一致的 甚至得到西方列強一致的這樣的肯定 如果沒有蘇院長 你充分的信任跟放權 也不會有今天陳時中部長接觸的表現 當然所有內閣的閣員共同通力 才能讓我們的防疫 能夠讓我們國人的傷亡減存到最低 但是我們在這裡也希望 院長 是不是我們衛福部也會陳時中部長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金融 我們的交通也都有陳時中 所以這裡考驗到 我們院長是不是能夠全力的 讓整個內閣能夠發光發熱 讓更多的這些部會首長 能夠在位置上 能夠充分的來發展 尤其林佳龍林部長 他是崑奇從過去 在立法院擔任三屆立委 然後回鄉服務 再回到立法院來這裡服務 我深刻的感覺到林佳龍部長 有高度的意願 為平衡台灣整體均衡的發展 以及交通網路的建制 所以在盡心盡力 我想這個院長 你願不願意給林佳龍部長 大力的支持 讓他能夠全力的來發揮 您會嗎 謝謝委員 對行政團隊的鼓勵 肯定 那我看林佳龍部長 不但血氧巨峰 而且非常積極認真 他對於解決事情的那個積極度 他也真的不但態度積極 而且有芳華 而且願意面對問題 你看這一年來很多困難的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林部長用心用力 尤其有一些新經濟行為等等 林部長 其實他既有國外優秀的學歷 又有各方面的經驗 本身又一直往前進取 這確實 謝謝你 也肯定林部長 我相信 林部長一定 也想為國家做出一番事業 為交通做最好的服務 希望委員也多指教 也多給林部長支持 為了 本席一直都很支持林佳龍部長 也謝謝林佳龍部長 在院長的帶領之下 訂定了2020 這個運輸政策白皮書 本席從政將近19年 第一次看到 我們行政院有這樣的一個運輸政策 非常清楚的表達 這樣的一個白皮書 而且交通就是感動 以人為本 人性化來平衡台灣整體的均衡發展 這個是本席看到的 真的是讓我們非常的感動 在這裡也請這個部長 我們在委員會的尋答也非常的清楚 包括委員會的決議也非常的清楚 在這裡我們就再一次的確認 現在花東快速道路 已經可行性研究已經上網超標 上個禮拜已經上網超標 因為這是第二次的上網超標 本席希望把過去那些防溫乳結都去掉 因為基本的這些database都已經都有了 因為過去是以所謂的效益作為來評估 而不是以人 不是以台灣的均衡發展 來作為它的基礎 是不是這一次的 花東快速道路的這個 效益評估能夠盡快來把它處理完成 盡快的來發展動工好不好 好 謝謝 那對於這個蘇花改的二期 蘇花安 我想蔡總統也在一再的表示 要盡快的來推動 我想我們既然 這個肯興研究已經通過 環評預計在五月份 交流部會補證盡快的完成 是不是能夠盡快來動工好不好 好 謝謝 那在這裡我要特別請院長 給部長大力支持 這個東西的平衡 崑奇看到非常的感動 現在行政院終於有考慮到 整個東台灣的整體的交通的發展 作為西高鐵東快鐵 西部走高鐵東部走快鐵 所以本西看到這個 以人本為發展的這個 東快鐵西高鐵 整體現在高鐵從台北延伸到宜蘭 高鐵因為您擔任行政院長 也從高雄延伸到屏東 我想這個政事在立法院 本西是強力的支持 因為高鐵沒有從台北延伸到宜蘭 下一站就不會到花蓮 高鐵沒有從高雄延伸到屏東 下一站不會到台東 所以我想一個環島的高速鐵路網 30年後是必然是通車的 所以現在現階段所推動的 西高鐵東快鐵 東快鐵時速要推到160 讓全國在2020政政運輸白皮書裡面 十年打造台灣的交通 讓台灣環島成為一日生活圈 六個小時以內 六個小時以內 這個可以給院長看一下 六個小時以內一日生活圈 這是我們2020 我們內閣所推出來的 這個運輸政策白皮書 請問院長 是不是要給我們部長大力的支持 那一定要 請部長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其實是在 蔡總統跟蘇院長的指導之下 我們交通部 在去年完成了 2020 運輸政策白皮書 所以是從國土規劃 跟區域均衡發展的角度 來看我們的鐵公路 所謂的環島的快速的鐵公路的路網 那在鐵道的方面 這是六小時 不管你從哪裡出發 順時鐘逆時鐘 都可以回到原點 那打造台灣成為一個觀光島 所以交通不只是運輸 它可以帶來所有移動 非常自由安全又快速的移動 那這個 謝謝部長 感謝委員 那麼詳細的了解跟支持 謝謝部長 我想院長剛剛也拍板大力的支持 所以呢 整個東線快鐵的推動 我想這些瓶頸路段 包括花蓮到吉安 有七個平交道 這些通通要由交通部 來把它立體化 中央應辦四項 請部長盡快來落實好不好 好 我說明一下 因為西高鐵 但是呢 東部呢 怎麼樣去把它快鐵化 這個部分當然平交道 或者是未來的立體化 我們是變成一個國家的政策 然後當然也是要地方的支持 所有的地物變更 還有地方的徵收相關的場站開發 我們全力配合交通部好不好 好 謝謝 那在這裡啊 我希望院長啊 過去啊 這個歷任的這些隔魁啊 只要想到啊 東部啊 要新建啊 以人為本啊 這幾乎的快速的高速的公路啊 總是達到經若寒殘啊 但是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本夕啊 在當時跟蘇院長 也在立法院相會的時候啊 當時蘇花高 是歷任的行政院長裡面 唯一支持的就是蘇貞昌院長 本夕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好 在這裡呢 本夕還在這裡請院長 我們國道六號 國道六號 從台中延伸到花蓮 國道六號 在民國七十九年 就已經做了肯心的評估 但是延宕至今 現在終於在這個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做成決議 由交通部盡快的推動 這個可信心研究 讓整個東部到西部 能夠有一個快速的 或是高速的這樣的一個公路 能夠啊 讓我們東西的這樣的一個環境啊 能夠緊密的連結在一起 讓我們成為一個共同的生活圈 那也得到這個 林佳龍部長大力的支持 也同意支持 這樣的立法院的主決議 現在啊 積極的推動 這樣的可行性的研究 把路線的探勘 盡快的來達成 不管是國道六號的延伸 或者東西的橫貫的高速公路 任何的方式 也不拘泥一定在國道六號 只要東西能夠打通 能夠啊 讓三十年後啊 讓我們的後代子孫啊 把台灣能夠成為一日的生活圈 請問院長 你能不能大力的支持 交通部林佳龍部長 這個先請交通部說明一下 那麼交通部是啟動了這個 可行性研究 事實上二十年前就有 那當時有一些調查資料 那現在的環境也變化 我想包括地質生態還有工程技術 這方面的研究 所以經過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的決議 那我們交通部 當然是要啟動這個調查研究 可是最後 是不是能夠克服這些問題 或者是路廊的選擇 那這個就是要尊重很多專業的評估 跟民意的支持 因為畢竟高山的公路 過去基於生態的保育 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但是就像委員講的 梳花改也完成了 現在大家都覺得梳花安 好可能呢應該也沒問題 所以這個社會也是不斷的在學習 那所以我們是持開放的態度 來啟動這樣的一個調查研究 謝謝部長 院長應該給願意做事的部長 強力的支持吧 這個委員我非常深知 東部國人同胞 長期連要回家的路 怎麼樣子安全跟方便那個痛苦 因為我來自最偏遠 我很能體會這個心情 這個不要講說花蓮台東 就連一個高速鐵路要延伸屏東 也是有很多的意見不同 但所以我因為有這樣的心 理跟態度 所以我在上任這一次當院長 我特別都到花蓮去看 出花改 通車等等 那所以現在我也講 也不一定國道六號 反正就是怎麼樣讓他有一條路 所以這個部長也說 怎麼樣有一條路是高山的是怎麼樣做 以今天科學技術 以及大家注重環境保護 這怎麼樣求的平衡 怎麼樣子也有一條路 我是持開放態度 也是支持 希望讓東部民眾 能夠有一條安全方便回家的路 院長 人生有很多民民中的安排 您從屏東縣的縣長到台北縣的縣長 您帶著吳哲成先生 創造了一個台北縣的一個奇蹟 在擔任了院長 在多年的政治波折以後 又回來擔任院長 我想啊 這是民民中的安排 在這裡啊 院長 您這一次擔任院長 赤逢世界全世界的人類的浩劫 以及經濟的海嘯 在這個時候 你帶領台灣 不只要挽救人命 生命財產的損失降到最低 更要引領成為世界的表率 更要振興紓困台灣這些愛好片野的產業 我希望 我希望 院長 要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 紐約州的州長 現在是全美國最尊敬的一位行政首長 他講得很清楚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院長你所有的作為 可以寫下一個歷史 未來在歷史上大家回想這一段的時候 都會想到這位院長 在關鍵的時刻 做對的事情 讓人民深刻的感受 院長您願意嗎 我知道自己職責還重 我也知道現在形勢疫情形勢險峻 所以我真的盡心盡力 就希望台灣能夠平安過這一關 也懇請國人同胞支持 也感謝貴院大力的支持 希望大家一起能夠讓台灣平安 院長 七千億的紓困貸款 盡量的放貸下去 盡快的放下去 讓產業能夠得到及時遇 我要代表業界 謝謝拜託院長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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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